欢迎您收看12月1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张麒麟 先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将有今年入冬以来的首波大陆冷气团来袭 天气会越来越冷 还会持续下移 要小心别着凉了 今天北部东北部气温会比昨天大幅下降约10度 高温只有19度 低温约14度 至于中南部气温虽然缓降2至3度 但日夜温差较大 今天出门提醒您一定要携带外套 那么预估本周将会持续4天 都是低温有雨的天气 周期将逐渐转晴 气温缓慢回暖 但一直到周末气温都还在20度以下 接着带您一起来看到国际媒体的重要讯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香港爆发新冲突 政府总部遭围 周日晚间 数千位争取民主的抗议人士 包围包括特首办公室在内的政府总部 香港警方再次使用胡椒喷雾 驱离抗议群众 我们稍后会有更进一步的报道 继续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激进暴力升高 克布尔警长请辞 阿富汗首都克布尔在过去两周内 连续发生数旗塔利班的恐怖攻击事件 克布尔的警长并在昨天请辞 但没有说明请辞原因 接着看到大纪元时报 纽约大都会版报道 传社周永康 薄西来案 广东政协主席落马 继续看到大纪元时报 台湾版报道 九合一政党版图洗牌 赏中共小亮巴掌 来看到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香港民主派与警方冲突 多人遭逮捕 早安新桃园先来带您关注 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挫败 全国22个县市 国民党只保住6席 本周三国民党中常会 党主席马英九将有重大宣誓 辞去党主席一职 根据国民党党内人士强调 由于党章规定总统即为 当然党主席 因此马英九请辞后相关党章修正 包括召开临时全国党代表大会 重新选举党主席 一切都将按照党内程序办理 至于国民党下届新任主席 预料显胜的新北市长朱立伦 及副总统吴敦毅 将是呼声较高的人选 另外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惨败 党主席马英九将辞去党主席之外 行政院长张仪化 也在败选当天就立即宣布请辞隔魁 由于国民党选前强打经济与FTA牌 不过却未能扭转选情 在内阁总辞后 四大财经部会高层团队 是否将有所异动 也是本周关注的政治焦点 目前得知金管会拍定两岸金融三会 12月将如期举办 九合一选举结束 相关后续效应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但您看到两岸问题预料将成为关键议题 九合一选举落幕 11月29号写下选举历史的新页 包括蓝绿板块的松栋 和中间选民手投足的力量 都给两党带来震撼教育 11月29号是台湾历史上另外一个新的里程碑 用二九共识推翻九二共识 本来蓝绿板块很固定 现在蓝的板块跟绿的板块都在减少 那中间的板块在增加 两个政党都要谦卑的去思考 任何未来执政 现在你执政了 地方现实执政了 如果你不好好做的话 下次还是把你换掉 蓝绿因素不再决定选战的走向 此生媒体人则认为两岸课题 在这次选情中扮演关键角色 尤其香港雨伞运动 暴露了一国两制的谎言 直接让深蓝选民惊觉大事不妙 影响投票意愿 原来九二共识那张包装纸 拆开来不是马英九讲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是一国两制 马英九现在最应该还行的是 从2008年以来他错误的对中国的政策 两岸议题成为选举关键 杨县活也警告台北市长当选人柯文哲 至今对两岸的问题含糊其词 要柯文哲说清楚想明白 我认为柯P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头 在有关两岸政策方面他模糊 那甚至于他说马照跑舞照跳 你以为上海跟台北的这种联谊 不是统战吗 未来中国的一个两岸交流 绝对不会只是跟国民党以往的中央 而是划所谓的中央为地方 跟六都这样一个交流 那这样他更能够掌握 他未来在台湾所推动的 所谓的三中一清 随着九合一选举的结束 激情过后回归现实 专家提醒包括蓝绿两党 以及五党级党选人 对两岸议题不可亲言退守 坚持价值才能在未来施政中走得长远 在来带领关心香港雨伞运动冲突升级 大批港人从昨天晚间九点开始包围香港政府总部 学林及学民思潮昨天晚间六点 在京中占领区举办晚会 晚会以无望初衷全民抗命为主题 而昨晚发动包围政府总部的占中示威群众 今天凌晨约一点半遭到港警强力驱散 但大约在凌晨三点多的时候 港警逐渐撤离 三点半第一批群众开始重新走上龙河道 此后大批民众涌入 目前已又重新占领龙河道 另外组织者明确指出 暴力镇压学运的国民党在台湾选举中惨败 是激励他们升级抗争的动力之一 接着您用100秒浏览重要的财经讯息 OPEC开会前夕国际油价续错 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一度下沙将近3% 报每桶75.48美元 超过4年新低 有分析师称若OPEC迟迟无具体作为 国际油价孔下探每桶35美元 中国沃玛证实 公司将会裁员近30位主管和中阶经理人 为了改善衰退业绩 沃玛正在努力降低在中国成本 华尔街日报报导称 亚洲科技业者都面临创办人或执行长年逾60岁 但接班人难寻问题 被点名企业包括台积电 红海 红基 嘉南 三星电子 台塑企业创办人王勇在此时享受93岁 遗产税将低于40亿元 王勇在生前担任重要职务及时财团法人 长根纪念医院董事长 是台塑四保最大的股东 根据了解接任人选将是他的大儿子 台塑集团总裁王文渊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 在美国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五 被称为黑色星期五 是民众购物的高峰 随着网络购物的普及 黑色星期五后的星期一 零售业者都会在网络上推出 网络星期一折扣大战 估计将会带来更庞大的商机 相较于黑色星期五人潮拥挤的限量销售 网络星期一购物更灵活便捷 也方便消费者货币三家 找寻最便宜的售价 据统计去年网络星期 有大约1.3亿人在网上购物 消费达到22.9亿美元 远超于去年在黑色星期五 购物的9200万人 据往年情况 网络星期一的折扣要比黑色星期五 高出10%到15% 且不仅限于电子产品 包括百思百等网站已经为此做好准备 甚至提早开始打广告 及接受会员的订单 民众不妨早做准备 看到好价钱可及早下单 爱音乐爱电影的朋友 要上Google Play看一看 去年该网站推出的免费MP3 是网络星期一最为抢手的产品之一 今年仍然可以期待 免费下载一些音乐和电影 去年Home Depot的网络星期一折扣中 有17项被列为最佳折扣选择 喜欢自己动手美化家园的朋友 可以访问其官网 6PM全网站则有20%的折扣 并将为一些知名运动品牌 提供高达70%的折扣 新唐人记者 《卫然正号》洛杉矶采访报道 9和1选举许多县市蓝天变略地 关键原因究竟在哪里 而国际媒体又是怎么分析 评价这场政治板块大变动的选战 搜集一下早安新唐人 我们马上回来 根据统计火灾初期的30秒钟 是控制火灾发生的最重要关键 小小救火源灭火器 使用水性无毒环保配方 无论家具 厨房 汽车 机车 仓储 库房 皆能迅速灭火 简单有效 携带便利 安全有保障 英雄救火不该手无寸点 小小救火源灭火器 陈珍代理经销商 第四五六 立式挡水闸门 老公 急好没啊 不要再浪费水啦 谢谢帮我啊 好累 公公 嗨 Dr. Warren解决你用水问题 大井用心 让您用水更安心 最欢乐的时光 最顶级的享受 满足长 中 亲 少 幼 不同族群需求 亚洲最大海洋航行证号 皇家购物大道 精品伶俐 赤资百亿元打造 超过52项休闲活动 预定六月二十六 七月一日 七月四日 您一生中最极致的邮轮之旅 山富旅游02449353535 我喜欢你干净收爽 我喜欢你除臭抗菌 我喜欢你舒适透痒 Unitop 足好除臭袜 使用黑金钻除碳纤维 给您前所未有的干爽感受 黄霉抗菌持久弹性 海水透气冬暖夏凉 除臭率百分百 坚持最好 环保健康 现在就上网搜寻Unitop 足好 欢迎回来九合一选举 桃园第六都蓝天变绿地 民进党众文灿成功 击败国民党的吴志阳 传统蓝绿选民结构松动 关键在于年轻族群 成为影响选情的重要因素 吴志阳 加油 吴志阳 11月29日当晚桃园市长开票结果 国民党的吴志阳以三万票之差 败给民进党郑文灿 吴志阳发表感言 期望新团队继续接棒 我们希望成功不必在我 但是我们希望一棒接一棒 大家有新的创意 新的团队 带给我们市民不断新的一个提升 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机会为大家服务 谢谢各位 谢谢 民进党郑文灿承诺未来将全力以赴 达成选民的期待 我们执政的第一旅路才正要开始 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更清廉 更谦卑 更努力 来转动我们桃园的希望 来符合人民的期待 好不好 好 单纯桃园 改变城市 吴志阳落败外界议论 传统的选民结构已经改变 更多新一代的年轻族群已经开始投入关注社会 争取自己的权利 青年朋友是改变的力量 那今天很多香港的青年朋友 在争取他们普选权利 可是我们希望借由这个象征 希望就是表达我们对民主与自由的坚持 然后让台湾的青年朋友 会意识到选举的重要性 就合一选举国民党惨败 新世代年轻选民的突起 对社会政治的期待成了影响选情的另一股新力量 新唐人亚特电视 陈良汉胡书霞 廖淑美 台湾桃园 综合报道 九合一选举国民党一举失道 大片政治版图 甚至失掉台北 台中等铁票窗 外面分析国民党失利的重要原因 在于国民党的亲中政策 而国民党的惨败也让北京不安 柯市长好 柯市长好 武党籍政治素人柯文哲登上台湾首都市长宝座 而另一边掌握台北市将近16年的国民党阵营 只能深深一鞠躬 对支持者表示抱歉 国民党这次九合一大选输掉大片江山 只剩下新北一都和另外五线 日本各大电视台都以台湾地方选举 国民党惨败唯标 近期报道 华尔街日报报道 国民党在传统上来说强势掌握的台北台中遭到挫败 很可能给北京带来不安 今年三月太阳花水运以及三月三十号这天 五十万人上街反对两岸黑箱服貌 可谓是台湾人民反对政府亲中政策的大反哭 这次选举台湾人民再次用行动让政府听见人民的声音 新唐人亚海电视林轩宇张启玲 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九合一地方选举落幕 由五位立委参选谢市长并当选 因此由五区立委选区缺额将进行补选 一区的中华民国身份证的六四民运人士 吴尔开西在脸书发表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光荣的参选声明 决定参选台中市立委补选 吴尔开西自1996年来台已经18年 并成为台湾女婿 并在1997年取得台湾身份证 带您用一分钟浏览中国重要信息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表示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在2012年年底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提交的一份报告 录入美国国家政府档案 已由美国国家印刷总局印刷发行 这份报告详细介绍了 发生在中国的退党运动 全文27页分7个部分 已经有50位留美中国学者联合声明三退 中国河南省腾飞集团投资理财公司 因为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 致使上千名投资人连日发起堵路讨债行动 因无法有效引起政府关注 视为投资者索性握轨拦截火车 一度导致铁路系统瘫痪 近日中共官媒论坛称 中纪委为了扳倒周永康 从五方面入手 包括川军嫡系被调查 石油邦轰然坍塌 公安系统多名高官被查 再释放轻缴周永康的风向球 新潮人野台电视总理报导 台湾九合一选举落幕 而日本也将在两个星期后 12月14号举行国会选举 要选出475席新任众议员 而安倍主导的安倍经济学 也将在大选中接受国民的检验 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 首相安倍晋三积极的四处演讲 我们来自东京的报导 接着现在来到了 新宿的西口车站前 而就在稍早的时候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是在这边进行了 他的第四场街头演说 选举造势 为在两个多礼拜 就要开始的众议院选举做准备 我们来看看稍早的画面 话题始终围绕经济 安倍还提到 今年日本的平均薪资上升 外国投资的比例也增加了 日本经济的好转 已经有目共睹 现场为安是相当森严 在周围两三条街之外 都有警车停留 执政前空地挤满了民众围观 安倍接下来将跑透全国各县 行程满满就是要为选战亲自上阵 以上是新唐记者 林渝在日本东京报道 新闻镜头转到美国 美国沃尔玛员工 连续四年在黑色星期五 罢工抗议 要求提高薪资与改善工作环境 今年在洛杉矶 甚至有人搭帐篷过夜并绝食 成为历届抗议规模最大的一次 黑色星期五中午 沃尔玛工人与当地支持者 在长滩沃尔玛店前举行罢工集会 12名沃尔玛工人 从感恩节中午开始24小时绝食 抗议员工在感恩节还被强迫工作 以及工资太低 有的员工已食不果腹 他们要求将工资增加到 每小时15美元 并让所有员工成为全职员工 预计周五全美有1600处 有罢工抗议活动 露娜因为拒绝退出抗议组织 而被迫放弃了 每小时多两美元的薪水调涨 居民查韦斯在沃尔玛用了三个小时 花费450美元购物后 表示人们有权表达愿望 但沃尔玛的官方表示 有些参加抗议的人不是员工 是抗议方出钱请来的人 他们不能准确代表员工的意见 娃尔玛是国家最大的职业 和全市业务职业务职业务职 它是由Waltons 国家最富有的家人 Sara Lee NTD News Los Angeles 9月一宣举落幕 在台港山与路深怎么看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下一节早安新唐元 我们带你来了解 真正的笑容 等待你来拥抱 我们有热情的生命力 惊喜的美食 画舞的四季 台湾处处感动你 这是蝴蝶飞翔的美丽岛屿 亚洲之星在这里 感受属于你的跳动 台湾之星列宁 想拥有精心健康环保又美好的生活吗 摧取自远古生物化石潮汐为构造的硅藻土 可吸收调节石器 是绝佳的室内壁材 日本最新科技 专家指定使用 防潮防污除臭抗火 节能又环保 健康住宅的专家 风雨国际 归早起居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追求机制 领航全球 常见的口腔疾病 主要是口腔卫生没做好 根据科技研究发现 椰壳的活性碳 具有强大的吸附分解能力 能减少芽菌般滋生 搭配汗药配方 缓解您口腔问题 本产品通过SGS重金属 集散绿砂检验 是天然活性碳 汉方结芽粉的品质保证 椰壳活性碳 让您笑容在线 欢迎回来 九合一选举落幕 对照香港雨伞运动 让许多在台港生 更加坚定追求真普选的决心 香港人站出来为真普选而战 50多个日夜 参与雨伞运动的民众 持续坚持 而就在此刻 台湾正要举办 史上规模最大的 九合一选举 选举之下有一个 很可贵的地方 就可以让你真的会 有一个长河去表达你 想透过选举 告诉别人 你的理念是什么 你的故事是什么 你的经历是什么 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让一般民众去参与政治 这次肃然 柯文哲主动参选台北虚角 还有以十方为生的老兵 赵衍庆也来参选 超较200万的保证金 企图用参选引起关注 老兵候选为例的话 其实这就看到 真普选的非常重要性 门槛只是那个钱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现在香港 在争取所谓真普选的时候 就是因为那个门槛太高 例如说他这种人 就算你有钱都不能去参选 不能去选香港特首 来台湾生活七年的 港生韩俊贤观察 连底的九合一选举不同 以往有更多政治数人 主动参与 而陆生蔡博弈者选择 用镜头主动记录 蛮多年轻人站出来 愿意来挑战体制 然后愿意用选举的方式 改变社会 那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 你好 理奖后选人简明红 用吉他与选民互动 蔡博弈1.1滴铁选记录 也跟着一起东奔西跑 比较辛苦的 就我们每次拍他 就应该是跟他拍垃圾车吧 对他追那个垃圾车 大概要从8点多 追到11点半 就才有点累的 曾参与太阳花雪 愿意度生菜博弈 见证台湾年轻人 从消极到走上街头 甚至主动参选 这些在台湾的港生与陆生 正在亲身经历感受 甚至记录最真实的 共鸣民主 接着看到今天12月1号 有哪些重要的活动 总统马英九接见法国新中简党访华团 行政运内阁总辞阁员合照 还速开放各界道业创办人王永在 中金院发布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记者会 接着带您来看到12月1号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